爱吃花生的,不妨来试试这道盐漆花生,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这是我买来的嫩花生,先用清水清洗干净 然后煮锅里放入一些家常大料,有八角花椒,桂皮,草果香叶,白芷,小浑香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,可以多加一些,先大火烧开 烧开后把洗干净的香花生倒进来,盖上盖子 开大火,煮15分钟 煮好之后先不要捞出来,让花生在汁水里面泡上两个小时,更入味 泡好之后,再控水,里面的调料也一起倒进来 然后炒锅里面加入一袋盐400克,把控干水分的花生倒进来 开中小火慢慢炒,一开始盐是粘在花生上面的 随着花生表皮水分的蒸发,盐也会自动脱落 最后变得像这样,大概有10分钟 盐脱落,并且盐还被炒黄了,这种状态就行了 然后把盐漏掉 花生就可以直接吃了 这样做的研究花生,非常的鲜香入味 比煮的花生更有味道 这样做的花生要趁热吃 做多少吃多少,放凉了就不太好吃了 喜欢的话就试试吧,谢谢您观看 好看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